真的是太匪夷所思了 古代的妃子在殉葬的时候 竟然会用一个物件将肛门堵住 并且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在古墓中发现过 由于这样的事情太过于离奇 专家便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在得到最后结果的时候 专家们听呼古人的智慧真是超群 那么其中究竟蕴藏着什么玄机呢 古人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末旋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众所周知 在古代的棺果出土的时候 都会发现大量由玉器做成的陪葬品 这些随葬品不光有玉坠子 玉如意 而且还有许多形状各异表面非常光滑的玉塞子 最开始的时候专家并不知道 这些玉塞子到底有什么作用 在查阅了大量的点击之后 专家们发现这很有可能是古人 用来堵住逝者九窍的东西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就感到疑惑了 这个九窍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九窍指的就是面部上面的七窍 还有身体上另外两处的两窍 古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将逝者身上的九窍封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如果不将这些孔洞堵上的话 那么人在去世以后 身体内的污秽之物呢就会顺着这些孔洞排出 反之如果将这些孔洞都堵上的话 那么去世之人的身上就会始终保持干净整洁的状态 甚至还有一些逝者因为堵上了孔洞 在去世很久一段时间也能保持美艳动人的向往 从这方面也能看出来老祖宗的智慧究竟有多么的高超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我们 下周见